刚刚看到的都是新玩具 但是您家中如果有闲置已久的玩具 您会如何处理呢 在新竹有一所玩具物流中心 以及四所的玩具图书馆 在新志工的协助之下 会将募集到的玩具做细心的整理 还有一群热心的青年志工 利用客余的时间 帮助玩具图书馆做彩绘 帮孩子打造一个漂亮的玩具世界 好 快去一起试一下 把你的玩具送到我们的妇女社区大学去 让他们平均的负担给各个学校 为了倡导环保回收旧玩具 节能减碳爱地球 希望借由公开招募方式 目击到更多的玩具 丰富孩子的童年 放在家里占空间 丢了以后就变地球的负担 捐出来可以让其他小朋友共同的玩 也可以让这些玩具让他们来分享 这个是一种爱的一个传递 物流中心的设置 基本上已经成型 那么我们有70位的志工 来协助我们在未来 收的玩具以后 整理上架分类等等的这个 作业流程 在我们的9月开始 我们就推到4个 目前有4个学校任养 为了吸引学童的兴趣 青年志工为玩具图书馆彩绘 不仅从中得到学习 也让玩具图书馆变得更美丽 玩具图书馆需要大量的新年来做服务 所以他们也到了各个学校 去彩绘他们的玩具图书馆 布置他们的玩具图书馆 那我们一直到我们的新竹市政府的教育处 有这样玩具图书馆的计划 我们立刻就开始拜访各个学校 然后找尋适合的学生来做 这学生在这当中啊 不仅是做志工 他们同时也是学习 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我们希望就是把它彩绘成 比较不同的面貌 然后可以吸引更多小朋友 目的是吸引一些小朋友 让他来有种不同的风貌 一些教室这样 教室变成玩具图书馆 其实是还不错的一个经历啊 玩具图书馆的设立 志工的投入协助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不仅对小孩成长有益 更能帮助学童懂得分享 一旦是我的兴趣 然后我觉得也是 年轻的志工去服务社会一个方式 我们希望从玩具这个情境教育 那么能够有些许的一些 亲子关系也好啦 或是一些思考 创新的思维也好 对孩子有些许的一些影响 那么有成长的一个部分 回收旧玩具 与别人一起分享 让孩子从快乐中学习 并养成感恩媳妇的价值观 新台湾有电视红定国林秋霞 台湾新竹财导报道